不是你07年的拿一块劳力士手表 换我10台16Promise 对啊而且我还是全新的 全新的 是啊你这个机器不也就7000多一台吗 我这个表值8万的 哇操07的这么狂 我还知道 你这什么啊 劳力士鬼王是吧 对 卧槽董哥你还懂表 等会儿 如果你这个手表是正品的话 应该是能像你说的值8万块钱 就是正品 你等会儿 你是零几的你再说一遍 我07的 07的新年多大 今年17岁 我还未成年呢 来你你把胳膊搭我绑子上来 07的 兄弟们 我很多有07年的粉丝啊 你小时候吃话没长大的吗 我家里面条件好 我营养好 哦 OK 行行行 这个表也是我爸给我的 哦 我就正好想问你 你年纪这么小 你戴这种表 我跟你说我确实认识做劳力士的朋友 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认识他是鬼王 所以你懂什么意思吧 你敢来换 你敢拿这个东西来找我 你得经得起检测的 我就不会怕这些 我爸给我的觉得是真的 如果是假的 我直接干了 在家里面我就是个魔王 哦对对对 等一下 你别激动 按道理来讲哈 你父亲应该是不会骗你 但是我怎么看都不真 你别生气别生气 没事 咱有专业的行吗 待会儿交给专业的去骗 行 我骗出来是真的 多出的钱我一定会给你 我不要你给 为啥 我来你这里 就是喜欢你这个人懂得 然后有多余的钱 我直接请你出去 咱们俊赔一下 没事 这个再说 一码归一码 最后我再想给你确定一点 如果骗出来是假的 你这个视频如果发出去 你脸就丢大了 如果是假的 我立法抱着我爹 火 站着八景的是不是 站着八景 走 看看吧兄弟 我现在这个库房 总价值是一千多万 随便挑 我随便挑啊 就是你给我挑吧 我就想给你 我给你挑 可以随便拿 因为16红麦子现在 标准全部都是全新剂 我就随便给你拿了 颜色你也不挑吧 不挑 哦哥 我有个疑问啊 嗯 就是现在这些屏幕手机 降一降这么多屏幕手机 现在是都不值钱了呀 确实 我这么跟你说吧 现在尤其是今年 这个屏幕手机 完全是不像你这种东西 这种奢侈品要保持的 你比如说你拿一块 劳力士手表 打比方你花30万买一块表 你可能一年 有亏个1万块钱顶天了 保值率是比较高的 这玩意现在是完全不值钱 我这么给你看哈 你像苹果13 这个型号 在之前是连续有14个月 它的销量是可以占到第一名的 128G电池100充电40次的 边框新吧 这种标准现在才1700 啊 这么便宜 就完全是白菜价 你等我啊 然后这个啊 14Pro Max 这一框是200多台 也是当代 现在一个性价比激黄 它身上所拥有的配置 都是高端旗舰机上 所能看到的 你像零动岛 4800万像素 屏幕6.7 120Hz高刷 要啥有啥 而且A16的满血处理器 你放到现在 用个五年六年 绝对都不会卡的 高端旗舰机 它现在 我们拿回它3800这个 然后更恐怖的 不得不提的就是什么 你也看到了16Pro Max 新款刚发布这是两个月 16线今年相对于是 发布级破价的 一直在暴跌的 因为这个现象一出来 它连累最大的一个系列 就是它上一代 你懂这个意思吧 看这个标准吗 电池100充电零次 原厂的星际膜 这都是未激活的星际过来的 那不就跟星际一样的 也就是跟星际一样的 官网上当时发布的时候 还是6000块钱一台手机呢 现在是整好折一半 现在苹果掉价 掉的是真快 降得非常厉害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做这个二手 苹果的一些商家来讲 出货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快进快出 因为确实 这个时候是一个苹果手机 非常适合抄底的一个时期 那我现在这回来买 是不是也是最划算的时候 那肯定的 因为你现在你买的是16 这一系列本身它发布就暴跌了 然后现在是什么时间 双11 这本身就是自发布之后 第一次有大幅度降价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双11 我说现在这个行情 未来两到三个月是基本上很平稳 不会再有大幅度下滑的 最关键就是因为啥 今年咱们国产一个品牌 就是华为 可以说今年是华为封神的一年 你也能看出来 平时在手机上有的刷到 在科技方面比较有实力的消息 都能爆出来 不管是热度还是销量 完全把平稳碾压了 所以它现在是不打价格战 是完全没人要的 10台16Promise 颜色我就混着拿的 嗯 没事 变持100通电零次 零次 未激活 全部都是带着原厂心机膜 都是未激活心机来的 我放这你随便看看成色啥的 然后我给你检查一下机器 我给你让你放心一下 你验个机器啊 没事哥 不用验 我相信你 我知道你是个老粉 你关注很久了 你越是相信我 我越得让你放心 这个流程是不能少的 你也了解我心里边是吧 我懂 我明白了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滴水成猪嘛 嗯 证明啥呀 证明没有换过皮 没有打磨 哦 没有 而且也没有压盖板 你压过的盖板 它也不像这个原状屏的 树油层是一样的 水珠不可能这么饱满的 这屏幕可以亮的当镜子了啊 边框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嘴叉一眼到底 橙色方面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了 你一次性拿这么多台 干什么用呀 是这样的 懂得 我家里还有这个哥 然后跟他弄那个游戏公司嘛 下面有很多主播需要那个游戏机 所以就想来你这里 哦 那行了 A18 Pro复理器 打游戏 我说你拿这个打游戏 你给主播 卧槽 太牛逼了 它不光是这个处理器来讲 另外咱们买苹果手机 买的就是它系统流畅 还有一点 今年16 Pro Max最值得买的一个点 就是这个屏幕 屏幕之前都6.7 这次是升级成6.9了 你知道 另外最牛逼一点是啥呢 是这个边框 这个是目前全世界边框最窄的一台手机了 我也感觉比老款更加直观的感受到这个屏幕了 对 你这一个屏幕带给你一个整体的游戏体验感 用机体验感都是非常哇塞的 你07年的还做个小公司 跟我哥 我哥带着我 不管从身高还是实力方面 我都涂来了 羡慕的也很多 董哥以后我作为一个你的真爱粉 这次认识你以后以往 可能还有合作的机会呢 没问题 我等着你带我赚钱了 正儿八经的屏幕是没有断触的 然后后边这里贴张纸 是专门为了用来检测相机的 这一个辅助按键一按打开了 0.5 一倍 两倍 五倍一直到长焦 整个相机是没毛病的 没有水印 然后截开 也是没问题 我教你一招哈 分辨苹果手机 非常屌的一个办法 不要用录着脸啊 爱吃火锅吗你 还行吧 你打一个火锅 正品的苹果手机 出来的这个汤底是绿色的汤底 如果细节吗 就这么细节 如果说不是正品原装原生态的iPhone系统 打出来那个锅底 它就是红汤的 你可以随便试的 如果有打出来是红汤的 我告诉你 它一定是按照报改 或者说是那种假iPhone系统 就学到的就是 哎 必须的 懂得你真心吗 啊 你说 哦 我看到了 细节的戏 啊 年轻人的梗 我也是不懂了 虽然说我能听懂 但是我不想承认 很烦 哈哈哈哈 面容 你进来 摇头晃脑 摇 摇 没少去过8加1吧 没问题哈 屏幕相机 包括面容 三个最贵的 也是最重要的 检测完了都没问题的 分析数据最后一步了 看干净吧 哦 我知道 有劈开头的就是不能要 劈开头是啥呀 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不能要 它那个时候强制的重启记录 如果有大量出现 强制的重启记录 也是非人为重启记录嘛 说明这个主板是 完全不行的 拿回去 早晚会炸手里 定时炸弹 OK吧 放心吧 放心 放一百个心 行 机器就拿着就行了 我这个表给艳艳了 你还没给我拿配件呢 走吧 手机快充二十个 耳机也是二十个 擦机布二十个 刚好我们说一包 手机壳是两包 也就是基本都是按照正常标准 是双倍的 你那边是做这个游戏公司的 给你们小伙伴 对吧 对 我从市场再给代发 十套 手机散热器 夹在手机背面 这个小风扇 因为你开直播的话 它得时间比较久 那太感谢了 董哥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真的很细心 就你知道我们 耳机那些是把游戏表演 所以才会去准备这个散热器 对吧 唉 这不是 也是从你的角度去考虑的吧 然后 这个 现在就归我了 对吧 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这个是我正儿八经 一个做手表的一个兄弟 喂 喂 你帮我看看这个表 是不是真的呀 我吵就那么死